各位,大家可能在社交平台上 就看到以下一段的留言傳來傳去 山東的蘭寧縣有146萬人 目前沒有感染,引起專家的重視 原因是那裏的人是種大蒜 所以大蒜數殺菌 對於這次的新冠狀病毒 這是病毒,不是菌 菌是Bacteria 病毒是Virus 兩個不同的 Bacteria本身是可以繁殖的 而病毒是不可以 病毒一定要進入身體之後 再進入細胞中的生物功能 才可以繁殖 因此 至於大蒜或薑對這個病毒有沒有殺傷力 現在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有 沒有證據證明有 即是我們當是沒有 我們當是沒有 所以不要只是純粹信用大蒜 一定可以防止冠狀病毒 這不可以的 而事實上這個縣 即是山東省的蘭寧縣 亦的確是有人被驗出 這次的冠狀病毒 呈陽性反應 即是有人受感染 就不像社交平台所說 是沒有人受驚訝的錯 因此這個應該可以當作是一個錯誤的留言 大家可以不用理會 我再重複一次 社交平台所傳的山東省蘭寧縣 有146萬人 沒有人感染 這是錯的 因為在那個縣 就有最少一個人被感染 而說到大蒜或大薑 即薑和蒜頭 可以有殺菌 殺菌是殺死Bacteria 這是菌 菌是它本身有繁殖能力的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病毒 病毒本身是沒有繁殖能力的 只是當病毒進入了一個細胞之後 它就可以騎劫 細胞裏面的各種生物功能來繁殖 所以這兩碼事完全沒有關係 大家喜歡吃大蒜 喜歡吃薑 這不是問題 但是你不要想著吃大蒜 吃了是可以防禦這次的冠狀病毒 這個是沒有根據 現在是沒有任何的證明 證明它們之間是有關係的 大家知道了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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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醫生